上回我都说到 善美美忽然间一转身向着屏风这边直走过来 汉小龙当堂考了头皮发骂 哎呀,你这次真的避无可避啊 那心声就抖一抖之间 善美美已经来到他面前 跟他两个人面面相对 善美美来你这次正是想方便的 一转身刚刚轻轻解开了腹带 哎呀,忽然间见到 汉小龙整个人跌在屏风后边 吓到他低低地惊叫一声 但是幸好 在他准备大声惊叫的时候 他已经望清 这个人就是汉小龙的了 吓到他即时用手掩住自己的口 不可自信地跟上他拎拎头 汉小龙只要苦笑 美美,是不是吓你啊 善美美惊闻扫定 马上伸出手 拉着他手啊 哎呀,我不是发梦的嘛 不是发梦的嘛 哎呀,汉小龙 我们快点 快点去床上躲起来 过了阵 两个人已经在温暖的皮斗里面 抱得结结实实了 善美美心情地狠狠地问他一口之后 才细细声声声问 你居然真是这么神通广大 进来皇宫这里要找人家 那你想我怎样帮你呢 汉小龙本来并不想来找他 那些尴尬地说 美美,你刚才去屏风后边 是不是要 善美美当堂面都红了 善了一眼 狠狠地抱着他的腰 好了,好了 人家终于可以跟你睡在一起了 汉小龙亲的这句说话 我今觉得很奇怪 美美,原来你 你都随清于我的吗 善美美有点不好意思的 我好容易钟情那些 有本事的男人的 但是很快呢 又会对他们很厌倦的了 但是你又不同的 你应该知道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不用再口不对心的了 初时呢 我很恨你的 因为你怎么都不肯 将人家放在眼里面的 猜不到杨玉姐姐 她说的真是没错 她说你这个人 外冷内热 在那种情形之下 一定肯帮人家守的 我有今天 都传教汉爷姐 我还有机会 亲口多谢你呢 汉小龙小事说 刚才你已经疼过我了 那不是亲口多谢过我了吗 善美美当堂面都红了 又主动地和他热闻了一番 然后又有点神色默然的嘛 你对人家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为什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呢 汉小龙知道 他的男人的经验非常丰富 已经发觉到 自己对他没有正常男人的反应 所以有点自怨自艾 他觉得很内疚的嘛 一来 我觉得美美你已经名花有主 自己不应该侵犯你 最重要的是 现在正是身陷险境 我在担心着 怎样可以离开 所以怎样可以放开怀抱 和你享受如水之欢呢 嗯 你既然能够来到 当然也有本事可以离开的啦 汉小龙就只好苦笑着 将自己怎样来这些经过 又慢慢讲了出来 善美美听完之后 仔细地想一想 走走眉头就说 既然是这样 我怎样都要想办法 安全地把你送走 汉小龙听了这句话 他心里真的非常感动 他叹了一口气 扶在善美美的耳朵边说 这样对你来说就太危险了 而且还有很多变数 我怎样都不能给你冒这个险的 善美美听到他心真的很感动 在世间上 恐怕只有汉小龙 你才敢这么为人家着想 那你快点想办法啦 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 我一定为你去做 汉小龙立刻揽住他 小小声 你们大王 有没有告诉你 在这个后宫里面 有一条可以通向皇宫外面的地道呢 善美美当堂 全身震一震 哎呀 我几乎不记得天 有一条这样的地道 就在这个沉室里面 不过 开锁的锁匙 他说 长官在内市长的手里面 我也打不开的 汉小龙听到这么高兴了 哎呀 那就更加好了 就算我走了之后 被人发觉 我在地道里面逃走的 那你都可以将它 到你一干二净的嘛 你 你懂得开锁吗 当然懂啦 你知不知地道的出口在哪儿呢 这个时候 汉小龙心情一松 当同感受到 在皮斗里面 二笨思无的诱惑力 身体里面 自然而感生出一针男人 应有生理反应 善美美这个时候 跟他抱得紫一紫 当然就觉察到了 他当堂春意昂然地 看了两眼 然后 先将他头 埋在他欢呼的胸堂里面 大黄娃地道的出口 在来东城 带了半里远 一个仰马马 够天井那树 汉小龙的心头 暗暗叫妙 嘿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一出到去 就可以偷一匹快马逃生 不过 还有东城门 一个关口 他心动 又问他 他刚才曾经 去哪里 善美美美用力揽着他说 我去看这姐妹 明天他就要去齐国了 哎呀 汉小龙呀 你不要这么快走啦 皇宫的生活 实在太苦闷 太黑板了 几乎将人悶死这么快呀 那你后不后悔呀 善美美眉大眼 有点神色忘言的嘛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呀 昨晚我还梦见醉风流 还梦见同洋异者 好像以前那样 在花园里面玩抛球球 不知他们现在怎样呢 汉小龙听到他心一酸 他对你好嘛 我也不知道 自从做了魏王之后 他的人就变得很厉害了 一而发梦 都会叫住 要杀一个得罪了他大臣的名 哎 如果不是惊着连累你呀 但你说不定 真的会挨求你带我走的 杭小龙听到 心头一阵感动 忍不住揽住他 两个人的拥抱越来越紧密 渐渐 他们大家都忘记着一切 只是沉醉在男女紧密的拥抱 和轻轻的喘息当中 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终于在男女的激情之中 回复过来了 杭小龙 轻轻轻的穿好衣服 他轻轻抡着善美的身体 问他说 你刚才去见的那个姐妹,是不是三大鸣鸡之首的冯妃啊? 嗯,是啊,就是她,我们还说你了,她很欣赏你的。 不如求她隐瞒你出城,好吗?她的人是很有计的。 不行,我不想延遇任何人,她为什么要去齐国呢? 听说为了齐王的五十大首,不单止她,石素峰和南宫环都会迎邀去果主,而且其他各国都会派代表去贺秀。 杭少龙听得有点糊涂了,燕国和赵国不是和齐国交战的吗? 为什么又会和好起身呢? 善美美领领头说,这些事我都不是那么清楚的。 听大王说,好像齐王现在呢,还决定不到谁可以做太子, 其中要牵扯到田丹的权力之争。 所以大王呢,都很热心齐国太子策立的问题。 杭少龙这个时候真是自顾不下,哪有心情那些齐人的内政呢? 他小小声说,哎呀,美美,你快点告诉我,地独的入口在哪里,好吗? 嗯,你不要那么快走,好吗? 我有办法,将你收了几天的,等到风头火过了之后再走,那豈不是更加安全? 不行,我一定要趁现在大雪的时候走,如果到时候又雪一停,那我走不掉的了。 不要走了,抱着你,就像以前的抱着了,你,你脚不停地叫走。 好,少龙啊,不要对人家这么无情也好嘛。 杭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感触,他知道善美美,不是真的爱上了自己, 而是混习着一种感激和怀念的复杂感情,再加上心工寂寞, 那才希望自己能够留多几天来陪他。 但是他心里面,也充满了怜色之意。 杭少龙在他香滑溫暖的嘴唇上,轻轻地咀一咀说, 我又怎死得无情待你呢? 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保持好体力,应付艰苦的逃亡生涯。 那我不逼你了,但希望将来你也不会忘记美美。 两个人说到这一句,又狠狠地苦摸在一起。 但是,康少龙几乎如箭再言,又要再劲及理及, 和善美美再来一场男女之间的轻连物爱。 但是终于,最后善美美还轻轻地推开了他说, 地道的入口就在衣柜下边,下面有一块翻板揭去他, 就见到被把锁锁住的地道的入口了。 但是,康少龙对他心怀感激,知道善美美, 他用着整响自己的体力,所以强制克制。 于是,又狠狠地和他来一个激烈的拥抱和热闻之后, 康少龙终于跳了到床,正想拉开桂门。 他想想就说,这条地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呢? 在花园里面还有两个入口, 宫里面的人都知道的。 那就更好了,因为出口得多, 我走了之后,就算被人格局, 都会怀疑到你头上。 接着,康少龙又和善美美前面了一番, 这样才踏上逃亡之路。 当他无惊无惊地, 在地道的另一头出口那里, 逛了出来的时候, 这里果然, 在一个马房的旁边, 有水井, 水井出口呢, 正在井壁中间的地方, 离开水面有七八井, 还有一些石垃, 被你踩着爬上井口。 这类的仰马房非常普遍, 有些是公家, 也都是私营的, 马匹呢, 多数来自城外的牧场, 供权贵和给得起钱的人, 在那里卖马租马的。 康少龙摸入马房, 正在想, 应不应该顺手牵扬, 偷回去一匹呢? 但是, 如果是偷黑马, 那目标就过于明显。 正在想着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聊天的声音传过来, 吓得他立刻躲起, 用慰马的和索遮掩着自己。 来的是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说, 张爷, 你放心吧, 上头早就关照过了, 要小人选四匹最好的马给你们。 唉, 我们现在大梁里面, 哪个不想看到, 你们小姐, 穿着天下的歌舞啊。 我小人, 虽然没有幸可以看到他的歌舞, 但可以为他尽力, 也很荣幸。 嘿嘿嘿嘿。 那姓张的人, 显然很会摆架子的。 嗯, 那吴的声音, 来到汉小龙藏身的马房旁边说, 嘿, 这匹看上来就不错了, 牙齿整齐说法, 是什么种的马? 那个管马房的人就说, 呃, 这匹是来自北方的纯种马, 又好看, 又跑得, 哎呀张爷, 你真是有眼光啊。 啊, 啊, 是啊, 我要你们找个车夫找到没有呢? 这一段时间我们那里真是多事, 好弟弟的人突然病死了, 搞到四周围要找人了。 那马房的人就说, 嘿嘿嘿, 能为小姐和张爷做事, 小人怎么会不尽心揭力啊? 我已经找了一个叫沈良的人, 他曾经呢, 为无忌公子驾过车的, 而且精通武艺, 他仰用生得挺好的, 绝对符合张爷的条件, 他是小人的老朋友来的, 张爷你明白的了, 现在大娘里面, 哪个人肯用无忌公子去救人呢? 要不然, 凭沈良的本事, 又怎会, 哎呀, 在我家里两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那姓张的人还是摆了款的嘛, 那他去哪儿呢? 他不知道你张爷会这么早来, 现在恐怕还在睡着呢, 张爷, 你先进屋喝一口茶, 小人现在就叫他来叩见张爷, 嗯, 我哪天时间喝茶啊, 你给我拉筆马出来先, 我马上就给你钱, 然后, 你再叫那个家伙来, 迟了啊, 别怪我不等他啊, 要知道, 我们现在想请车夫而已, 有很多人可以用啊, 说完之后, 他们牵出个屈马, 就走去另一个马垢, 杭少龙听到这番话暗暗叫声, 哎呀, 天助我也, 立刻在个大包袱里面, 把偷离的衣服换了上来, 这套衣服呢, 在平丘军那间房的箱里面, 是最不起眼, 和沈良这个落难豪门博人的身份, 是非常合襯的, 他将他的旧衣服收好之后, 那时候, 那个管马房的人已经离开了马房, 向着另一排房车走过去, 显然就叫他叫醒沈良的, 杭少龙抠着他一走, 见到他的身形, 在屋角那里转过弯, 看不见了, 马上就闪身出来, 见到张爷呢, 就仔细地打量, 选出来的四匹箭马, 他立刻干咳一声, 走上前去, 作出一句话, 小人沈良, 请张爷, 书在下池来之醉呀, 那个张爷显然想不到他来得这么快, 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觉得他的样子都几满意, 就一看, 看见他腰间, 配着那些血浪宝剑说, 我叫张传, 啊, 是冯妃小姐手下的正管事, 听说, 你为魏无忌, 信灵君做的扯夫, 那你当然知道规矩的了, 每个月五两银, 如果服侍得我们小姐满意, 你还可以长期做下去。 康小龙仔细地打量张传, 看见他三十多岁的年纪, 神色之间显得非常精明利害, 但他的样子又生得很俗, 嘴唇得流了两片胡桑, 有些酒色波道的神色, 康小龙立刻答应, 张传说, 时间无多, 那天就要落雪, 我们走啦。 康小龙暗暗叫声, 哎呀, 借天借地呀, 押上斗篷, 牵出什么马, 跟他一起走了。 就是这样, 康小龙自己都猜不到, 居然那么顺利, 就出了大良城。 最讽致的是, 在城门口, 和他们送行的达官贵人多不声数, 而他这个大逃犯呢, 就夹在他们中间, 他已经无一个人, 向他这个车夫看上一眼。 这个时候, 雪花又在天上, 慢慢地飘下来了, 康小龙就披上斗篷, 哭了一件挡风的口罩, 而且呢, 这个正是在雪天赶车的车夫正常装促, 那再加上呢, 洛行说他就可以急低头, 那当然是谁都没有怀疑到。 最妙的是, 他坐在车夫的位, 西人国产不到, 他身形红位, 那更加不会惹人怀疑啦。 本来, 他还怕鳳飞会认出自己, 但是幸好, 他根本没有机会和鳳飞见面。 而且, 现在经过几个月的逃亡, 他已经生出了满面胡桑, 除非鳳飞是有意地仔细打量一下他啦, 要不然, 也都绝对不会轻易地释破, 他就是汉少龙的啦。 唉, 说得上来真的好笑, 本来他不想惊动善美美, 但是最终, 都要靠他的帮助, 才可以逃离皇宫。 他亦都不想这年没什么交情的鳳飞, 但是最后呢, 依然要靠他, 才可以避过东城城门口这里的难关。 这次, 真是着处逢生, 希望由这个时候开始, 一切都顺风顺水, 安然回那些秦国啦。 他当然又不想去齐国, 只要透对机会, 就会马上开小差走路的啦。 但是艺人对鳳飞非常优待重视, 不单止很多达官贵人, 来为他松衡, 出了城, 还有一队五百人的骑兵沿途护送, 有一个叫做欧向的偏将领队。 鳳飞这个歌舞团人多世众, 坐满了十几架马车, 里面都是歌姬乐司, 再加上匹勃, 有成二百多人。 看来, 这个歌舞团要好赚得钱才行, 如果不是, 只是支付每个人的薪酬感已经不得了。 可见, 鳳飞的收入是非常丰厚的, 想不到, 那个天下的三大名机, 和二十一世纪歌坛上的超级巨星那么相似。 不过, 在这个时代, 能够欣赏到鳳飞歌舞的, 他的权贵的专利, 一般的平民百姓, 想看一眼都没有这样的福分。 离开大梁之后, 横那条大沟向北边直行, 已经来到祭水河了, 河上面早就有五艘三驱巨帆船等他。 河小龙这样才知道, 为何要这么早起程, 原来, 来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黄昏, 河小龙本来想着, 在上船的时候, 趁着混乱点要走的, 谁知那些艺兵呢, 也都陪他们上船, 哎呀, 他心不禁暗暗叫苦。 如果那些艺兵一直沿途护送, 自己逼得要去到齐国, 那真是弊家伙。 哎呀, 如果现在顺流而下, 四五日可以进入齐国国境, 那时候离开秦国就转了, 想转转转, 回到赵国国境, 可能又要废一番手脚。 但是这个时候, 自己真的什么选择都没有, 或者硬着头皮, 就上了船了。 上了船之后, 因为现在项小龙的身份是车夫, 属于歌舞团最底下的阶层, 被分配到, 都是底仓, 一个整五六个人, 迫在房子里面。 其他人, 不知道是否因为, 被他抢了一个亲自和凤车, 架车的位, 觉得好像被他抢了风光似的, 于是一进房, 大家就排擠他了, 而且还说一些风言风语, 有些人还特意说些说话, 去侮辱他这个沈梁的旧主人信凌军, 乃子桑骂槐, 项小龙的心感觉很好笑, 他们哪知道, 自己连沈梁的身份, 都是无认回来的, 反正事不关己, 于是, 很快就睡到不醒人事了, 都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间, 国家大被他们一捅, 睁大眼一看, 看到其中一个叫谷鸣的车夫, 重重地踢了他的脚, 项小龙就发火了, 起床说, 什么事啊? 那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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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